整個圖會看到現在目前就有三個颱風 包括我再推一點 這邊跟這邊後面還有兩個颱風 還有現在目前在昨天下午這個行程的 下午2點鐘行程 今年第七號颱風叫做洛克 雖然台灣不會造成直接影響 而且它是朝向西北溪的方向 以每小時25公里的速度前進 但是在今天下午就會登陸廣東地區了 也因此往香港走走還是要特別注意了 剛剛有講到真的不平靜 因為現在光是現在目前就有三個颱風 你看到這邊還有兩個 當個颱風就已經生成了 不過接下來雖然在台灣 都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不過我們要特別小心 因為後面的這個 目前還是屬於低氣壓 在這兩天之間就會往上走 慢慢會形成熱低壓 而目前預估大概會在下週五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生成為颱風 而這個低壓不要小心的 不要掉以輕心 因為它很有可能就會經過台灣 也有可能就會對台灣造成影響 來看一下 由於洛克的外圍環流影響 對今天的雨區會分布在哪邊 我們來看下一張圖 雷達回覆圖看得更清楚了 由於今天外圍環流還是比較靠近台灣一點 在上半天會對所謂的花東地區 還有屏東的這個橫沉半島 都會造成一些雨勢的影響 一些不排除會有一些局部較大的雨勢 但會集中在上半天 下午開始又會變成是午後雷震雨的狀況了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氣溫好了 在目前高溫其實大海都已經來到了30度了 你看南台灣現在大概是2928 但即將就要突破30度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在今天的高溫大概是介於33到35度中間 在大海北地區還是有機會衝到36度 在昨天淡水區的高溫衝到了37.7 已經突破了該側站的今年最高溫了 也因此今天進行的很簡單 在北部就是要嚴防高溫的問題 南台灣中南部的山區 就是要特別小心是午後雷震雨 不只是山區 還有連平地都有可能 東台灣地區則是要特別注意 在今天上半天 還受了這些零星的較大雨勢 也因此要補充水分